这女人喝汤总要加一样神秘甜料 只见她来到厨房 堆着洗洁精就挤了一大勺 不管节目组怎么阻拦 她还是和在汤里喝了一大勾 看她喝的这么香 工作人员也想试一下 但闻起来刺鼻的味道简直无法呼吸 女人拿着白菜叶再次来到厨房 洗洁精按了好几下 包起来就给塞嘴里了 工作人员都看懵了 我们都知道洗洁精里含有表面活性剂 是不可以当作食物服用的 而且背面也有说明禁止食用 那么女人为什么要吃它呢 我敢说能大出这个字的评论区不超过十个人 原来年轻时女人经常胃疼 但家里贫困没钱看病 她就想到了用洗洁精来试试 那么现在她的身体真的没问题吗 在经过专业的检查后 专家露出了微笑 原来洗洁精会对器官造成伤害 但她却发现女人的胃肠道非常健康 临走时要求女人停止这种不健康的饮食 并给她拿了一些促进消化的药 那么女人真的能戒掉洗洁精吗 一个月后节目组再次来到这里 发现女人一直在坚持服药 作为奖励 工作人员给她买了一份炸鸡 希望女人能信守承诺 永远不要再吃洗洁精 我是小五 每天三个请问一事等你来看 这已经准备了一步 进一步 到药